所以其實問一下 是不是其實對大家來說 違建沒關係 但是柯文哲你要選總統 你也不要拿出一個態度來 讓大家知道說 你以前這麼討厭違建 那你今天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五樓這件事情 他忘記了沒關係 忘記沒關係 你現在拿出態度趕快拆啊 其實違建這東西 剛剛剛剛有說過嘛 也不是判死刑嘛 還不是說今天柯文哲違建 然後退選 這個只要說大方承認 立刻拆掉 那我們也沒辦法打啦 是不是 但問題就是 那個柯文哲他的高道的標準 像是如果我是搞這個交通的 那我搞交通 在這個螢幕上大放大放也是說 我們絕對不能為庭 他幹嘛幹嘛 結果我來錄影 我把車停在紅線上 那相同的道理 柯文哲之前也是高道的標準 說那個營業餐廳 什麼斷水斷電 火齒 對那現在還沒有 柯媽媽還沒有 還好力氣 還好力氣 還沒有斷水斷電 但是這個打下去 柯媽媽在電視前面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 看起來是蠻可憐的 我建議也是不要趕盡殺絕 那這個柯文哲 看能不能好好處理一下 柯媽媽又不是說有經過這個 媒體公關訓練的 他講什麼 他在問什麼 他就會講什麼 也不會說什麼 找發言人 也不會說媒體公關 這個如果讓柯媽媽在講下去 我怕有更多的這個東西 會給媒體抓這個漏洞 我我在此呼籲這個柯文哲 跟他把這個柯媽媽UberEat 還有Fu Panda把他叫好 就不要在外出 不要接受媒體訪問的人 要不然這個違建會越打越大 那這個違建 其實打下去也很危險 這是百年來的成癌的痛 這個違建 誰家沒違建 我家是沒有 但是我說真的 我家焚火箱也是被堵起來 那後來也拆掉 那違建是沒有拆 違建是因為有說 每個縣市政府編個五十萬 那臺中市編五百萬 不知道排到民國幾年 這個要拆很難的 然後這違建 因為說是歷史工業 有可能像是回歷標 現在大家想要看的是柯文哲的態度 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今天回去跟我媽說 媽我們不要再講了 趕快拆就好 我是說好柯媽 就不要讓他出門了 好不好 就不要出門 然後違建趕快連夜把他拆掉 就不會有事 就其他你說柯媽媽就出來說 這個違建很久以前又有一百 所以呢 通常遇到違建的SOP是什麼 是有人舉報之後 然後去現場看 判定確定是違建之後 發一個公文 要求當事人自行拆除 那什麼時候會拆 根本就不知道 那以我自己所在的地方 苗栗縣政府為例 我們現在有幾件代牌拆的案件 四千件以上 一年只能夠拆 有些人自己會拆 一年大概拆兩三百天 也就是說 當你被列為是違建之後 你要等五十年等六十年 都輪不到你了 所以很多的地主 當你被通知之後 他其實就放著 但是柯媽媽柯家 作為總統候選人 他們當然必須要受到最高程度的檢視 所以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不是等新竹市政府來拆 而是你們自己應該要把它拆掉 所以他到底這個頂樓是不是危險 到底這個防火象是不是有違規 這個照片跟法規都非常的清清楚楚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等新竹市政府 不需要等到高市長從日本回來 你們現在就可以自己來做 可是柯媽媽說我們沒有要拆 你要就叫他們來拆 所以這個就是 這就是在推卸責任 就像我剛剛說 如果你去看新竹市政府 去問新竹市的議員 一年你們市政府編多少的違規 現在前面有多少案子在等著拆 如果你真的要等 等到柯文哲 等到柯文哲 總統選完了 大概都還沒有拆 那如同鄭浩剛剛說的 你們為什麼要把這件事情 變成政敵提款機 你在那邊一天不拆 我們就是一天 就是每天有人到時候 這可能我不曉得 是不是為新竹的城市行銷 來做一個新的觀光點 那不只是他們到那邊去打卡 大家去到那邊 都可以去跟他的頂樓 都可以去跟他的防火象打卡 這次大家可以試試看 實際翻翻